好,概念七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垂直 什么叫垂直呢?就是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 也就是说相交成90度的角 那我们说,可以说这两条线呢,会垂直 那这个焦点呢,叫做垂直 这个特别注意一下 那图示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两条直线 假设L跟M相交成直角 我们在图上怎么标示说这两条直线垂直 我们通常都用这个符号 蓝色的这个,这个代表垂直的意思 好,那垂直的符号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在数学上面要表示垂直 我们说两条直线L跟M垂直 我们的符号是这样表示 就是L垂直M L垂直M,就是这样表示 那什么叫垂直怎么标示呢? 比如说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 L跟M垂直 相交成直角就是说L跟M垂直 焦点的部分,这个呢,就是垂直 这就是垂直 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就是说A点到L的距离 A点到L的距离呢 到底是哪一个呢? 有些同学就说老师那很多个啊 你看很多个嘛 很多个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 这些红色的都不对 我们这个在数学上面 点到直线的距离指的是什么距离呢? 指的是垂直距离 垂直距离 为什么指的是垂直距离呢? 垂直距离呢? 是这些距离里面最短的距离 所以呢,点到直线的距离 指的是垂直距离 最短的距离 好,就是蓝色这条线 是这样 那再一下,请看下面 这个右边的部分 它的立体 三角形DEF中 DEF呢,和谁会互相垂直 这边我们看到这边有个垂直的符号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DEF呢,会和EF会垂直 那这个两条垂线的这个焦点 这个F点呢,叫做垂直 垂直 那你如果要标示说 DF跟EF垂直 你也可以用符号 DF垂直EF 好,再来那角DF一几度呢? 既然垂直就表示相交成90度 好,这个地方呢 是简单的跟同学介绍一下 什么是垂直 什么是垂直? 什么是垂直?